大家好,我是IC 我是KT 你现在收听的是ICKT 矽谷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矽谷为什么 我是KT 我是IC,大家好 我们全球晶片黄 已经成为目前各国非常重视的议题 有非常多的专家喊出直到2023年 都没办法解决晶片黄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全球晶片黄的原因 还有造成哪些产业冲击 台湾在这一次晶片黄的问题上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我们也要讨论台湾晶片产业链 为何能够动摇全世界的科技还有汽车业 还有矽谷因为这次的晶片黄冲击 又做了哪些策略调整呢 好,所以IC我想呢 最近一打开新闻呢 大概就会一直看到全球晶片黄 这几个关键词 对,一直听到你的名字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我变成了塞子 对,大家都在 你变成了一个关键词呢 对,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造成现在全球晶片端少 还有呢 是不是疫情真的是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自己虽然不是念IC这个行业的 那但是因为我以前在这个电极系念博士班 然后很多同学都在这个产业 然后加上我长期也都阅读产业报告的习惯 所以多多少少有了解 然后其实我们又在身在矽谷 所以其实矽谷就是因为当年这个半导体产业 杂根的地方 从大概60年前 Intel的前身 然后几个Fairchild这些 Semiconductor Company 那一路到现在 中间当然经过了半导体设计业 和这个制造的分家 台湾其实也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这个王国 所以如果说 湾区叫矽谷 台湾真的现在你可以说是全球的矽岛 Silicon Island 那事实上我在博士班的时候 就是因为台湾的政府科技部 国科会开启的细导计划 也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回到台湾 不管是在产业界或学界 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业 的确在现在举足轻重 从去年底到现在 大家也知道台积电联电 这些产能蛮载 而且大家也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是 不仅是第一名的台积电 在先进制程上的这个需求 这一次的晶片荒 很多是属于我们叫做成熟的 这个技术的晶片的这个短缺 所以等一下我会从产业角度 还有技术角度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在半导体这个行业 那台湾人算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民族跟国家 就是我们对于半导体的熟悉 可能是全世界仅有的 在一个不到5000万的国家里面 不管是就位人口 这个产值比例 你知道台积电在台股的 这个比重非常高 就是几乎可以说是韩国的三星 或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巨大的 这个几个科技公司一样 所以我们对半导体业的熟悉度 那虽然说大家常常在买这个台电股票 可是你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先进 跟成熟制程的差别 以及那为什么今天会有晶片荒 晶片荒对于这个客户面 或是制造面或投资人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预期 那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 所以目前现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们刚刚讲到疫情 疫情绝对是一个 其实蛮多产业啊 特别是汽车产业 这也是跟他们平常 他们的供应店 还有就是他们在预估 他们的整个叫货的这一块 是有绝对的关系 对不对 因为看起来是他们觉得说 疫情冲击到整个汽车产业 所以他们觉得说 可能销售不如预期 所以在供应链上面 其实在整个晶片的供应上面 他们就觉得说 不需要交货交这么多 那是不是他们错估形式 这个造成了现在一个很大的灾难 严格来说 汽车的这个晶片数量 不是这么的巨大 但是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 应该说 因为汽车用的晶片 我们大概车用的电子 其实过去来说 大概是所谓控制的部分 但是过去汽车感测 不能没有这么多 但是现在所谓的汽车的智慧化 包括导航晶片 然后压力感测 或者是安全气囊 这一些很多的动作的感测 那汽车还有非常多的智慧侦测机 现在包括了光学的 或是微波的这些感测晶片 通通都是用成熟制程 也就是它的线宽不是这么窄 但它制程的多样化 会让它的需求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其实刚才讲到这个汽车业 其实我们知道制造业都有一个很传统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供应链管理 就是说今天汽车业 它并不是一个所有的元件 模组都在产内生产 它是会有一个卫星供应链的概念 就是说上游 从就像人的器官 我们可以从这个细胞到组织到系统 一样的车子里面会有驱动模组 方向机模组 或者是座椅 坐垫 就是车室和引擎室 这些不同的空间和功能别的模组 这些模组在生产的时候 里面有金属的 有电子的 有玻璃的 然后有布料的 它是从不同的供应商来 以及甚至不同的区域 像日本 丰田一家公司可能就养了 大概我知道是几百家的供应商 所以供应商管理 而且这很有趣 就是因为在四五十年前 丰田在二次大乱之后 他们在战后崛起的时候 经过了一个叫戴明博士 美国到日本来的一个管理学大师 或是经营管理大师 提供了一个叫just in time 或我们后来就把定义为 丰田生产模式 这个即时性的降低库存 就是强调流动的模式 让丰田后来成为一个 非常高这个叫资产报酬 因为它的库存相对少 然后它利用资料 利用数据去 当时还是用这个 比较是人工的方式 但是它强到这个模式 让它是少数可以做到 少样多样 又可以快速生产的 然后修正 重点是修正 所谓现场主义 just in time 这都是丰田提出来的 一个管理哲学 在制造业 后来影响非常多 世界不同的行业 包括台湾很多制造业 像捷安特拉 都有打入这些系统 所以just in time 的优点 恰恰变成一个 公益链上的盲点 像我们先排开 这个半导体业 现在缺货 大家也知道 这个应该是一个月前 这个长荣的 这个卡住 这个苏伊士运河的事情 也是因为船越造越大 船为什么越造越大 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曾经有以阿战争 六天打起来 结果这个苏伊士运河 被封了很久的时间 或者是这个两一战争 或者就是在这个 中东战争的时候 导致后来的船商 跟这个货运商 怕再发生这种问题 所以就把船造的大一点 可是船造的大 表示说你一次运的量要多 那运的量要多 其实也就是供应链的 这个长度变得更长 所以可是在这个 中端 在组端 组端端又不需要 被库存的情况下 所以所有的供应链的 这个弹性跟催入率越来越高 可是因为在平常没有战争 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这些都很顺利 那今天有两个战争 一个是疫情 它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断链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非常多的工厂就停工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进去工作 没有办法在高密度的情况下 也不是那么多自动化的工厂 所以尤其在原件 这个上游的供应链 很多就是尤其中间就断链 第二块就是说在中美贸易战 这个才是我觉得今天最主要原因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很大的要角 其实大家一开始看是农业 或制造业 其实很多是因为IP 就是所谓的智慧财产权的争议 这就牵涉到为什么像华为 被美国防堵 除了有国家安全机密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很多中国的企业 在过去20年 基本上并不尊重全世界的 这些大企业 快国企业的智慧产权 在中国他们并不去付该付的授权金 或者在全球销售制造的时候 因为制裁产权权保护 是制造跟销售的权利 这导致着说 美国的企业 第一个蒙受这个水平损失 美国政府蒙受税金的损失 美国的工人蒙受制造业 外流的损失 还得不到应有的制造业服务的赔偿 所以导致这个人民企业跟政府 都三书的情况下 当然对中国权利开战 那这是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本质 其实是IP战争 只是它会包装成一个全面性的 这个货币和汇率的战争 所以这导致了全世界的IC产业 其实在过去20年 因为先进的制裁还是保留在日本 包括设备是在日本德国美国 但是以制造来说是南韩跟台湾 还有中国崛起的情况下 所以在抢单 大家都知道过去就是三星台一店 还有中国一些成熟制裁的 已经慢慢可以进入这个市场 可是当今天中美贸易战一打 美国不准 中国制的不管产品或是原件 或是晶片进入中国 然后中国也因为害怕 买不到国外晶片 他也要自己囤积 所以一推一拉情况下 中国变成囤货跟不出货 也出不了货的一个元首 应该说元凶 那台湾就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 先进跟成熟制程的供应链 那可是我们出货量有限 台湾就2300万人口 就台积电大概十几个厂吧 那这导致说其实突然 加上刚才讲的疫情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中美贸易战导致了 中国的出货和囤货的问题 第三块几个产业 等一下会来分析几个产业 这样子甚至是重复 叫货或是预 因为半导体它是有一个预先 预定的一个生产模式 因为它的晶圆到整个制产 还有你的这个产能都要预定 所以当它抢不到 它就可能加价 或再重复在很多家去book 那这个优先这个book的 重复double booking的情况下 就造成了这个产能 更显得严重不足 所以overall大概三个部分 就是疫情 中美贸易战 以及产业的这个double booking 造成现在最严重的 当然还有一些天灾的问题 我们大家可以聊 还有我觉得疫情 其实大家初期觉得 疫情应该会造成百业萧跳 就没有想到就是说 全部人都宅在家里 所以它就需要新的电脑 还有比如说打电的玩具 还有增加更多家电 对啊 光是nobbook跟电视 不知道增加多好台 而且家电 现在其实都说是智慧家电 所以很多家电 其实它也是会用到 很成熟的 比较低阶的这些晶片 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是 卡了所有的晶圆厂的 这个制程和产能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说 目前这一块 其实也是冲击到整个在晶圆厂 晶圆 应该说IC产业 他们的供应链上面 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然后还有就是说 之前的德州暴风雪 也是重创三星 还有NXP 还有Infinian 就是这些半导体厂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也是造成了目前现在 就已经是IC在短缺的情况下 又雪上加霜 真的是雪上加霜 对啊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各种极端状况 都出现的情况 刚才讲的 这个大家开始觉得 宅在家可能消费会降低 结果没想到 其实很多美国人就是换房嘛 换到比较大的房子 然后因为没事干嘛 就像KD常常在家里面 弄这个弄那个的 对不对 一下弄前院 一下弄后院 那先生们可能就会去买一些Gadget 像我就认识一个医生朋友 在这边 哇 他光是这个Home device可以买十几个 反正就是 就拿来测试嘛 对啊 是啊 所以台积电的总裁 魏哲家 他就说 其实是长期的需求提高了 加上短期的供应链失衡 所以造成了这个全球的晶片缺货危机 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 非常的 知中要害 精准 因为台积电应该是 在整个战局里面 看的最精准的吧 因为他们的产能其实已经占了53%以上 全球晶片产能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了不起 就是台积电真的是互果神散 台湾整个电子业都非常的这个畅旺 而且是缺货到不行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医疗电子嘛 从去年底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不要说晶片 连PCB 就是我们叫这个电路板 软板啦 硬板啦 这个集成板 通通都缺货 你就是要 真的要book到下半年 那小量的更是难book 因为我们做医疗电子 不像这个消费性的啦 或汽车也这么大的量 所以就是非常缺 然后航运也是啊 不管空运 去年华航还赚钱 就是靠货运 然后长荣 所以其实台湾这个 这个是完全是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逆向操作 就是所有的 大部分的经济体 都在这个复分的情况下 台湾去年却是GDP还成长 然后今年甚至有望 我记得好像看到最加速度是 5%到6% 几乎回到这个四小龙时代 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但就说至少回到一个 我们曾经觉得很高成长率 那个阶段 当然这又是一时性的 因为机器比较低啦 但是overall来看的话 对这个事情对台湾店 还有对于矽谷的公司 或是什么样的短期 或长期的影响 其实才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 还有就是说 刚刚一直有讲到 就是说对于汽车产业的冲击嘛 目前现在像我今年 我就想要换车 我其实还在思考 录影车到底买到没有 录影车应该也蛮多晶片 排队排不到啊 他都说要等三个月到六个月 录影车也缺货 然后那目前现在 其实我觉得今年可能 可以看得到啦 是整个车价应该会上扬 所以就觉得 有啊 辐射的那个 Makkee 很嚣张啊 马上又说 而且你知道现在 大家就是又要回去上班了 那之前有的人会觉得说 没关系啊 就是我房红 我可能家里只要有一台车 或者说另外一台车 我可能就已经先卖掉 对对 因为现在可能是 现在马上就想说 哇 马上要回去上班 那大家可能对于汽车的需求量 又更高了 而且就会想买自动一点的 智慧化一点的 对 对 我是想要买Tesla 因为怕塞车嘛 就想做 这个L2 至少L2 L3 你上路不会这么累嘛 对啊 没错 没错 对啊 你就觉得说需要 可能还要第二台车子 然后来做通勤这样子 所以今年的整个汽车的需求 我觉得是比去年又高很多 其实去年 其实大家的需求是在旅行车 SUV这些上面 对 你说车是有掉 当下来吗 其实也没有 三到六月掉 掉蛮多 但是这七八月之后 因为那是又回到暑假 然后那些那时候 对 就大家反而是不敢出 不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又开始出现这个自购车的热潮 对 所以除了对汽车产业的冲击 所以爱因斯你觉得 还有哪一些产业可能会被冲击到 其实像我刚才讲 像是生物医学就是啊 因为其实 像虽然说因为手术啦 然后看诊的这个 这个数量大幅下降 可是反而居家 照护 这种远距的 我们讲数位医疗的这个 这个 这个器材 就突然变得很热门 因为像Teladoc去年这个 上线人数是成长五倍嘛 然后那个 已经有千万次看诊 他就是发器材到这个 这个使用者家里面 说你可以用租的 或是免费给你去使用 那这些都是需要晶片的 然后电视 家家电用品现在的晶片量也都很大 对不对 过去可能没有这么多感测装置 现在你的这个冰箱啊 电视都是要上网 而且都会给你感测 跟你的这个 Home device可以连接 然后 更不用说所谓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当然就主要就是手机啦 那因为手机 像苹果因为他book的量很大 而且很早就开始book 所以 大厂牌的可能不会这么害怕 我想台湾那边 他在五奈米呢 他已经拿下 五奈米百分之八十的产能 对 那不太会有人 跟他compete先进这一块 因为苹果一定是用最先进这一块 对 所以反而是这种旗舰的啦 最新的最贵的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消费性电子 譬如说或像苹敏 可能自己开晶片啊 就还好 对 可是如果是中阶的或低阶的 消费性产品啊 然后呃 这种就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就是要跟汽车业去竞争的 那或是跟其他 那我们刚才讲 呃 几乎你现在用到的东西 十一住行其实都很难 游戏机也是啊 然后呃 医疗 然后教育 对教育就是很大的市场 因为现在都线上教学嘛 嗯 还有我刚刚讲家电 家电 像今年就是我们之前也讲嘛 就是IoT 就是AIoT这一块 其实也是蛮吃晶片的 嗯 很吃很吃 现在晶片数量 就我们所讲物联网的这个 上网的这个呃 数量哈 假如人口是70亿 这个现在情况下 物联网有人估计好 每一个人联网装置会增加到 五五个到十个情况下 那就是就像三百亿到五百亿好了 那就是年产量至少是一百亿个 啊 联网装置啊 绝对超过 因为我们光手机一年出版都快十 都差不多十亿以上 对 所以每年就一百亿的这联网装置 你就随便乘以十个好了 就是有一千亿的IC 要要生成出来 这还不过高阶或低阶 所以这种感测啊 然后联网运算储存 这些都是都是IC的情况下 每年这个几千亿的IC的产能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抢 所以这个booking就变成一个 呃就是用产能啦 就是说订购的量 还有价格 然后这个过去的这个关系啊 各方面的去角力啊 所以对台电来说 这是一个heavy problem to have 但是就是他怎么去增加他的产能 变成一个很痛痛的问题 还有你刚刚说有这个成熟制成的晶片 是指多少奈米以上啊 通常都是在哪一些产业 OK 呃其实呃 大家知道半导体业有一个很著名的 这个我们叫摩尔定律 就是这个Intel的创办人之一 那Gordon Moore他在当年 他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预测过 然后后来在他第一家公司 到后来创立Intel 都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呃 人人人人应该说 由人为预测的一个定律 一直都被这个用资本跟技术驱动着 然后这60年来就是说每18个月 一颗IC上面的这个呃 电晶体数量会呃增加一倍 或者是同样性能 他的价格会跌跌一半 这个一个定律 那呃几乎几乎就是这16 呃这60年来 已经在65年都是一个非常呃 线性 这个线性并不是真的 而是指数型的线性 都遵守这个定律 那这个事情导致说到了呃 2010年就大概10年前的时候 其实遇到一个瓶颈点 就是说呃我们讲物理上的极限啊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 这线不会一直窄到啊 就线线越窄 你要塞越多的晶片 比方是上面这个每一个 每条电路的这个线要越窄吗 可以这样解释 他线跟线之间还不会互相干涉啊 对所以线宽 或是制程最小的精度 就变成我们来衡量半导理 时代的一个基准啊 所以像现在所谓限制的 只能是7奈米啊 10到7麦尼以下的啊 那那那如果是高于这个 比如说15奈米到100奈米 这种线宽 一般就讲非常呃 所谓可能就是8寸 或是或是4寸厂啊 那一般来讲这个几寸晶圆 就是他越大寸的晶圆 他他通常就是越高阶的 一个晶片在用的啊 所以我们通常讲16寸晶圆啊 然后32寸晶圆啊 所以4寸厂 8寸厂就是所谓的成熟 世代的这种这种晶片厂啊 最早台阶电是从一寸跟两寸开始 连电从两寸开始两寸开始做的啊 所以这个呃 所以通常你会听到这两个数字 第一个是金金 这个每一个slice啊 就是晶片会切成一片一片的 这个晶晶片 对然后一个是晶片的大小啊 几寸几寸 这个是一整片的 像披萨那样大小的哦 很大一片啊 但他化成很多很小很小的晶片啊 你可以讲一下是一张大披萨 上面用用这个钻石刀啊 去切割非常非常小的IC 那这个IC上面 塞的越多颗电晶体 那这个每一颗的价格越贵 那为什么要用越大片 因为越大片的表示说 它的这个 第一个因为圆的这个 这个晶晶长出来是圆晶体嘛 我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时候 它边缘这个呃 圆形的部分就不能切成方形的嘛 它就会有这个叫碎料或角料 它这个浪费就变多 所以一个越大片的晶圆 制成要越厉害 因为它会有片 就是中间的光照跟旁边的光照 这种偏心造成的这种良率的差别 所以你要非常高精密度的光照 光照包括了光学 然后机械电子材料 控制这些基本的技术 它才能够长出 时刻出很棒的良率 百分之可能是 99.999 就是我们要达到 百万分之一的这种失误率的 这种良率的话 产能才会好嘛 所以晶片越大片 然后电晶体的线宽越窄 就是越先进的制程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种 所谓的7奈米 线宽以下制程 就可以称为是先进制程 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CMOS sensor 就是我们一般用的这个镜头 或是汽车用的 因为汽车现在非常多的 前后左右的镜头 对不对 你这个然后防止碰撞 包括这个可能是微波 或是超音波 或者是光学的镜头 它都会增加这个整个汽车的 用过去的可能只有 只有100颗 现在可能要上千颗IC 我随便说 大概就是几百颗的IC 这样的一个数量 它就造成了 其实它成熟的制程的技术 加上汽车需要非常高稳定 它不是追求性能 它叫做稳定 所以制程的成熟度 还有这个稳定度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那你不是只有晶圆厂 你还有我们叫这个 上游的光照设计 下游的封装 然后通路 所以这整个产业链 都变成台湾一个 现在是全世界至关重要的 那其实对供应链来说 我最核心的 还是在这个晶片代工的 这个制程的 这个产的 它卡住所有的部分 对 因为像7奈米的主要客户 最大的就是AMD 它占27% 然后NVIDIA占21% 那联发科是10% 我指的是指 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像苹果 它是拿了最高阶的 那其实7奈米机器也算是高阶 非常高阶 现在几乎是AI embedded 都是这种 跟这个手机 或是运算装置 结合的晶片了 对 没错 所以目前现在啊 能够做7奈米以下的 大概只有台积电和三星嘛 Intel它目前现在是不是一直 还是卡在10奈米到7奈米的中间 对 就我得到的技术资料是 对 是这样说的 对 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现在啊 因为 AI可能这方面的晶片 它需要很多的多重 多重平行运算 所以就变成说 全部都是来到7奈米 那苹果就是5奈米嘛 所以变成说 这所有的这个产能 都是放在台积电身上 还有台湾目前现在的整个供应链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来看啊 就是台湾 我们现在已经很确定知道 它是整个全球晶片产能的一个 占有重要的关键位置啊 几乎是 你不要说军事跟国防跟航台也很需要 所以我们也不是除了消费性 这个其实也变成一个 像太空也要啊 对 谁去运算 SX 对对 然后美国NASA 然后HOME & SECURITY都会用得到啊 X光记忆也都会有啊 对 所以我最近其实看到很多名嘴一直在呼吁哦 请台湾政府用外交手段来谈判 晶片供应问题 比如说 最早有人喊这个晶片换疫苗 或者是晶片换更多双边贸易的优惠条件哦 对 那目前现在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台湾的关键位置呢 如果说以技术面来讲 真的是 你看台湾目前现在5nm只有台积电和三星 可是台积电其实它占的整个全球的产能 光它一家就占54%以上哦 那你还有连电7% 立基电和世界先进各1% 整个total台湾呢 在这一块就已经占了63%以上 南韩才占18% 中国6% 其他呢 包括美国都算在其他 只占了13% 那以目前现在这样来看了 台湾应该是要怎么再去加强更多在技术面 还有供应链上面的这个磨合 以及说怎么去扩大产能 我觉得也是目前现在这一两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觉得之前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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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难 就是说半导体这个行业必定是美国开始的 那不管是这个制造技术啦 然后制成设备啦 量测封装 直接通通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最知名的厂牌都还是美国的 然后少数是德国跟日本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就回到说台湾的确现在占有 可是就像当年日本在这个美日贸易战的时候 日本就是因为在汽车业电子业太强势了 然后包括这个资产膨胀非常快 去收购美国的非常多这个资产 导致一个巨大的这个贸易逆差 然后所以让美国必须采用这个货币手段 去重击日本的这个这个这个币值 所以呃我觉得啦 但当然我们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 关键性的经济跟科技地位 绝对是值得呃骄傲跟应该要拿来持续保持的 可是说我觉得这个进合关系 总统美国的立场他也不会希望 我我就是我今天任何一个采购方 我都不会希望我是单一供应商嘛 我会希望我这个second source 所以美国他可能会培养 那当然他本土的这个这个呃 比如说拜登现在就宣誓嘛 要把美国的半导体的这个龙头 他本来就龙头 他只是说再把那个制造龙头 或是呃设计龙头拉回来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寻求一个 进合关系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把说美国是个竞争队 他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应该说衣食父母 最大的客户 甚至是最大供应供应链的上游 就在设备业 所以也因为我们跟中国这个呃 微妙的关系 所以其实美国也一直希望台湾能够保有一个 不管是呃交通啦 或是这个呃经济啦 或科技和这个呃产业地位上的一个独特性 这固然也保护了台湾自由的一个呃 社会或者是经济安全稳定性 那同时也会造成说 他也是一个良性 就是说那实际上台铁店 本职是一个外资公司 从他的资本持有率 还有这个呃 这个股东结构来说 当然他的他的管理层啊 或是这个主要的呃 产能都在台湾 但是不可否认他的资本来看 他是一个呃 甚至是一个美国公司 那张周谋事实上也是一个呃 会讲会讲中文的美国人 你可以说是这样讲 他在美国待了50年嘛 几乎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得到的是 呃我们怎么去看待台湾跟美国 在半导体业的一个长期合作 而且是呃友好的竞争 跟这个呃持续关系 像以色列是另外一个 美国非常非常长期的一个 一个呃半导体的合作伙伴 甚至英特尔最早的像Printen 都是在以色列开发的 以色列长期都是英特尔 非常重要的这个产能 跟这个呃研发制造所在地 所以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因为像犹太人 对于呃台美之间 或是这个呃两岸之间的 议题就不会那么在意 他觉得能够赚钱是最重要的事情 能够保持以色列的重要性也是嘛 所以我们怎么维持台湾跟这个几个 呃美国的长期的这种呃 禁合关系 或是他资助和这个呃 拉拔对象的这种效果 呃能够长期维持一个互补性的关系 其实蛮重要的啊 就是我们我们Compete可能不是美国 我们Compete可能是以色列啊 然后当然是一个长期有一些呃 也是蛮微妙关系的 但老实讲啊 三星的规模跟这个呃 这个呃复杂度其实跟台语电并不一样 他是另外一个等级跟跟跟跟跟产业别的关系 他当然有半导体很强没有错 可是那也是因为他的第一个市场呃 本身的这个资源 第二个是长期投入呃设备跟制程 以及他这个呃从从从记忆体到整个他呃 整个家电啦电脑啊 这个整个整个财团啊 这个模式 所以像台湾是比较专业分工型的这种中小企业 加上一些呃专业分工的呃制造业模式 这种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该寻求的是就台湾 本土的呃最有价值的可能是人才 好可能是教育环境 好可能是相对于其他有些国家算比较开放一点的呃 嗯呃文化气息或特性 好然后我们的硬体人才已经累积了30年软体也大概有10年的时间 好internet有一点啊已经开始了 那半导体也是20年时间所以2030年 这些累积起来可以combine成为比如说AI啊或者是呃下一个阶段哦我们 觉得那又又又另外一个很大优势是现在的MD啊 把矽谷跟台湾的互补关系 变得更强而有力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 台湾的人在这边是比较小的 因为国防疫或者是园区很发达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就从政府的角度的话 我觉得大概第一个是人才的交流 可以多做一些 当年就是因为RCA计划 有菲利浦投资 然后有Motorola这些外商 在台湾IBN 台湾才开始有了这些半导体业跟电子业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 这个半导体的经验 我们是不是在可能下一代的教育上面 速度可以再更加快 可是这个也可能会挤压到 其他产业的人才 是这也是一个被大家长期在议论 就是台湾电是不是吸引了 太多太多的这个聪明人 那这个事情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回避 但是你也可以说 那韩国最聪明的人都去三星跟LG 或者是这个政府 对一样道理 新加坡也是嘛都去了金融业嘛 所以一个国家本来就会有特色行业 这你不能说这个 这个人去想赚钱的地方是有问题的 只是说我们在 对我们可不可以多几座 而不是只有一座的 或是一群戊魔神山 所以为什么像我现在在从事的 数位医疗啦或是像以前我这个曾经参与过的网路行业 生计跟软体就是一个非常知识型行业的这种 这种象征 只是台湾的资本市长跟消费市长 绝对不足以支撑起这两个行业在台湾 有巨大的产值 一定是全球 跟半导体业嘛 一样嘛 半导体业靠的也是IP嘛 不管是制成的IP设计的IP 那是行销全球 所以我们怎么再把这样的一个思维 复制或者说重新的去开展 再生机医药 我觉得尤其是医啦 药很难一点点 那其实药也是非常吃IP的 那一样就是 我今天在美国为什么来这边 就是希望可以去了解 跟有机会 我们可以帮全世界的机会带回台湾 那所以软体业跟生技业 医药业 医材业 数位医疗 怎么可以成为下一座户 我神山 我觉得这是 那也用电机于台湾的半导体 因为这些这些 比如说物联网好了 可能软体演算法之外 硬体会越来越重要 因为很多演算法会慢慢 跟就是种植在这个硬体里面 医疗器材也是 会出现什么 软硬整合 然后医用晶片 或者是这个 就是车用晶片已经是个被 大家已经听 听熟悉的东西 可是医用晶片现在还没有出现 因为量还不够大 可是当量够大 然后价格就更低 那价格一低它更普及 它变成一个连锁反应 就像手机像晶片一样 所以医用晶片 教育晶片 或者是金融用的晶片 可能在时间内都会发生 那这个事情就是 我们怎么去 就像NVIDIA 对NVIDIA上次我们聊 它就是已经是个 Total Solution了对不对 它是在这个资料跟云端的解决方案上面 它从CPU GPU到DPPU 通通都做起来了 那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思考 那在硬体 半导体业跟软体 还有这个生计医药 这几个点于我们的长期布局 能不能借用台湾半导体业成功的这个模型 当中包括资本 包括环境 包括人才 然后投资诱因 这样子的模式 以及最重要的是国际人才 说实话 曹星成 张忠某这两位前辈 他们举例都各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 跟使命 还有他们的各自的特点 那也形成一个良性竞争 在一开始台积电跟联电 这样子一个双雄情况下 它造成一个 一个静和的关系 有时候一个行业只有一个独跑 非常辛苦 但是你有静和的话 就会跑得特别快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在跟不同国家之间 用静和的关系去思考 不要只有竞争角度 第二个 国内的这些公司企业 在打狐地市场的时候 也不要只是习惯跟自己杀架 多用这个合作的角度去思维 说那我怎么跟人家策略合作 那我觉得就会慢慢有一些 不一样的生态系会长出来 还有你刚刚讲到 就是说拜登政府的态度 他们是希望说 重新建立美国在半导体 还有IC设计的这个龙头位置 所以拜登政府 他们投资500亿美元在半导体 然后更把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产业 还有供应链都列入了两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里面 那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比如说像台积电嘛 连电可能像台积电已经确定在Arizona要设厂 连电可能是也要进来了 好那这样子的问题会不会造成说 台湾就已经人才短缺 那人才可能要跟着就一起移来美国 那可能落地生根 那这件事情呢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在技术上面台湾 你说静和 那有没有可能未来呢 我们就是变成说扶植了美国这边的企业 然后扶植了这边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店 可是这个未来对台湾会不会有威胁和冲击呢 这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设厂这件事情 以及它的核心的技能是什么 就是你也不能不说台积电最核心的这个设备 都还是来自美国嘛 虽然它经过调教 经过这个就像你要很好的锅具 加上你的recipe才做出好吃的菜一样 所以recipe可能是台积电强项 可是你也不得不说好的锅具还是很重要 巧妇难为五米 无锅之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 也许台积电可以做的事情是 他去试着分析跟强化说 OK台厂跟美厂 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运作模式 而且说实在的啦 你在美国这边不管找到的是台湾人过来 或是在当地的美国人 这边的工作形态跟文化一定跟台湾不同 因为劳资的这个法令啦 还有这个 有新鲜的肝 对啦 不要讲细股无卖 细股也是卖肝买的很严重 只是说细股这个可能报酬 在公司无卖在家里 都卖嘛 对就是说自己请卖嘛 对啊 所以就是说 其实全家最 最能够理解这个加班文化 大概就是美国的戏骨跟台湾 说实话 当然日本韩国也都加班很厉害 可是就是说 以这个科技业的加班文化来说的话 这两个地方是一直绑得很紧密 而且就是因为跨市区这种工作形态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当然不能代表台积电的发言 我也不能猜测 我也很难猜测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是从一个 比较general的一个管理或投资的角度来看 他一定会试着去做好跟美国的政府 科技业 然后或是他去思考 我可以区分客户嘛 对不对 客户不一样 那或是产线不一样 然后或者是说那 就像台积电也不是没有在思考过进中国嘛 对不对 然后当然联电在中国的这个布局 也有一些成功跟没有这么成功的地方 所以overall 我觉得回到底 企业经营就是要求最大的价值的提升 或创造 那今天这个布局也是不得不 不得不是迫于美国 而是因为在美国的确需要这么多的产量 而且是需要扩充更多的产能 对对对 那既然你在美国还想要关税 还想要这个很多的这个 他会提供一些税务啦 或者是一些一些一些土地的诱因 那就那就他 成本大幅降低 对嘛 那可能未来会移到加拿大 或者是墨西哥 反正他重点是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嘛 那像Arizona是因为他的地便宜啦 税务 或者加上他可能overall的环境是稳定的 没有地震啊 没有没有天灾啦 可能就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反正反正反正这个气温 高可以用冷气解决嘛 但地震不能够恶足嘛 对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次我觉得台电现在在布局 其实鸿海也是啊 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些重大的 这些集团都在布局全球 甚至不只是制造业 我觉得金融业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台湾金融业过去也是没有像新加坡 那么积极在布局海外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才跟资本 有没有外流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外流不是问题 回不去才是问题啊 我们当年也有的出来超级多的啊 对我父母那个世代 你我父母那个世代很多人都出过海外嘛 那为什么最后回到台湾 一定觉得台湾的机会希望 还有环境啊 让他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不管是要照顾父母 或照顾自己或是小孩 他都觉得回到台湾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问题不是人出来 而是人回不回的去 我觉得出来一定是必要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小岛国嘛 你人不出来你不会学到新东西 像欧洲很多小国家对不对 那个人种又复杂 然后移动又频繁 台湾因为不能游泳 是不是能够走路只能够坐飞机出来 所以一定要把人送出来 这是必要的 而且我觉得说可能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可能要落地生根 比如说像台湾目前现在的整个科技业 其实更可以朝向整个国际化的发展 跨国化的思维 像矽谷本来就非常非常多台厂 都会在这边设定 可是过去呢 他们其实都是只设比如说PEM 或者是一些Account Manager 就是Sales的部分 然后去服务他们的客户 那最重要的RD啊 还有制程 可能还都是在放在台湾 但是目前现在可能这个思维 我觉得也因为这一次 我觉得金片荒 这件事情也重新让台湾可以去思考 未来的布局啦 比如说我可能开始少量放RD 或者甚至是我直接在这边设RD中心 然后去吸收更多的 美国当地的优秀人才 或是国际人才的加入 那可以让其实台湾的科技业 它其实更国际化 然后它其实在 不管是服务客户 或者是它自己RD能力 我觉得它可能会增加更多关键能力 这其实是一个时间价值的体认 就像你在过去美国 就是因为底特律车厂 这个都行销和工会的问题 让它就是比较慢 比较贵 然后比较慢的比较差 但是直到了 我记得应该是六七年前 甚至搞不好十年前 福特开始把汽车研发中心 放来矽谷 你看福特这两年 就是进步很快 连电动车都可以跟特斯达来相提并论 就是因为 它认知到说 OK我不能再继续固守底特律了 我必须把这个比较贵的人才 没有错比较贵 但是创造成果也比较丰硕 放在矽谷 然后再矽谷找人 设研发据点 然后甚至 然后后来一家跟着一家 GM、BMW 全世界几乎所有车厂都把研发东西放来矽谷了 以前都会放在底特律 不会放在矽谷的 所以这事情就是一样 今天台湾 我们过去就像你刚才讲的 台一店连电华硕 研华 所有的这个电子业大厂都在矽谷 甚至也有研发 但是就是比较是针对这个FAE 针对客户的需求 而不是一个核心研发 那或者是销售为主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错 连台一店都愿意又必须 这个必须是有推进一个拉一两的情况下 到美国来设厂 那我觉得趁着中美这个情势的这个变动情况下 台湾这时候来美国的人啊 钱啊 然后资源都会变成美国非常重要的亚洲伙伴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用晶片来建立很多外交伙伴 变成一个Leverage 像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这个医疗 医疗电子或是数位医疗 像我们公司刚好 我现在服务的公司刚好也是这个半导体业的这个 呃 前辈啊 投资的 我们就会很清楚说 其实这就是我们跟人家 Bugger的时候一个很好的Power 说我可以帮你去Secure供应链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半导体业很有背景 对 是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医疗的晶片 我觉得台湾如果说能够迁入医疗领域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 因为台湾版就科技 还有医疗就是也是台湾的强项 对啊 因为过去医疗的这个产能太小 因为过去都在医院使用嘛 可是当今天 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最近在研究这种手持超音波 或是这个手持这一些影像的装置 过去只在医院用是推车 然后很贵 然后可能performance很好 可是就是他很难普及 就像以前的个人电脑 对不对 这个指挥学校或是办公室有 直到变成今天手机或平板的时候 价格变便宜的数量变大 所以他晶片就变成他大幅的这个 呃100倍的成长 他就有机会把各种各样以前想做 但是无法便宜的功能做进去 所以我觉得在10年 甚至5年之内 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医疗器材变成平价的 或至少是 到偏远啦到居家啦 他照护系统都可以用得到 但是过去只能在医院用 因为医院很贵嘛 医院的这个收费也很贵 然后那个时候再回来 这东西又回到医院的话 那医院的价格也会开始大幅下降 因为他器材变便宜的 他的服务也变得更云端了 所以他变成一个像我们现在用网络 小时候我们网络还很贵的啊 对不对 容量又小 什么都要收钱 可是你现在 现在跟我们小孩讲这个 他觉得不会相信 可是我们经历过这件事就说 OK 这件事情会在很多行业 金融 医疗 教育 这些行业都会发生 只是他需要时间 那就会像现在电信服务业 跟网络服务业一样 他还经历过一个 从很贵 很稀少 到很普及 很便宜的过程 那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就是晶片 晶片一旦能够大量的释放 这个运算能力 联网能力 然后感测能力 他就会改变一个行业的未来 这是我看到的事情 是 所以现在美国产业啊 因应晶片荒 他们其实也做了策略调整嘛 包括像就是数据库 还有资料科学 然后可以更精准的去 预测他们的供应链管理 那我觉得其实美国这一次 因为整个产业 其实大家都吓到了啦 所以除了可能从源头开始想说 我怎么去增加更多的 技术性的人才 还有就是邀请台湾来设厂之外 他们本身呢 可能在IC设计公司这边 他们也开始做了很多的风险分散 我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像NVIDIA 然后可能他不同的产线 那他目前现在还是 这是一个现在蛮巧妙的局啦 因为现在先进制程 的确就只有这个only vendor嘛 所以Intel现在要跳下来自己做 然后或者是要培养second sole 这一定会发生 这你也不能去阻止他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双向的 当这个客户他在思考去管什么管理供应链啦 或者是用更有效的数据去产生对于供应链的时间 这个数量上的管理或预测性 同样的站在制造方 站在设计方就要利用一样利用数据跟资料科学去往下游看 对 所以就是说谁用data谁就是王 谁能够分析data谁就是王啊 这个时代 所以这个 做讲都很容易啦 做起来很困难 所以所以toyota是这一波我们看到也是很有趣 我从周星华报告告诉我说 呃这一次啊 一开始的确车浪也很惨 但是哎 恢复最快居然是toyota 因为toyota已经做到三四层的供应链的管理 所以有越多的这个 他他既然是吉尔西泰的发明人 或是是第一个应用的产业跟企业 他也是这种 利用数据化的管理去做到一个快速恢复能力的一个 果然是从站后快速恢复的这个日本企业 所以他面对这种 然后加上他因为经历过这个 就是那个311地震海啸之后的那个供应链冲击 因为那时候的确冲击到他蛮大的供应链 所以就像台湾经过SARS 对于疫情特别有这个能力 所以日本企业对于这个供应链的管理 已经有过一套 已经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 所以一样呢 只要这个打过疫苗都特别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也许对于全世界来说不见得的坏事 因为可能全世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经济 或是贸易 甚至是可能真实的一些区域性的一些 争议 这些都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做好准备都是好的 对台湾来说 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变动的 比较挑战的环境底下 那我们怎么去预备好自己 预备好产业上的 个人上的一个适应能力 随时寻求一个最佳的弹性 和可以适应的方法 我觉得不管是从我们身为这个产业的议员 投资人 消费者 甚至是父母 老师都应该可以想一想 我们怎么给自己一个更有可预测 然后又可以有弹性的未来 嗯 好哦 谢谢 那个今天我跟IC其实聊了非常多呢 就是关于全球晶片荒 从原因到产业冲击 然后到台湾的战略位置 以及美国目前 怎么来因应 这个全球晶片荒的一些策略的调整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粉丝页 还有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ITU 斯大迪迈和商量都上线了 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 再见 感谢古巴伯斯的把爱冷台湾和 都会是在美丽创业小区的独家赞助 另外我们在Facebook上面的社团 台湾交流平台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社团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拜拜 拜拜